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人用无私奉献的心来为这个社会付出 他们都是我们的学长 学弟 同事 同学 长官 他们每一个人的逝去都代表着一个家庭的破碎 但他们的牺牲却往往被国旗覆盖 没有人知道背后的原因 国家政府习惯用风光大帐来包装这些救难英雄 也顺便将体制的弊病涨下 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用最诚诚最感恩的心来悼念猪救难先烈 同时我们也要将他们用生命来告诉我们的惨痛教训 永远刻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愿众英明得以安息 并给予生者前进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说迅职是运气 是运气不好的问题 消防人也说我每一次出情都像是背着神主牌一样 能够活下来就是运气 活不下来就是我的命 可是这真的只是运气不好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运职根本就是人祸 它为什么会造成 它为什么会在火场死掉 杀死它的不是可怕的火灾 也不是气暴 而是人力不足 跟装备不完全 还有救灾没有分工 这些制度的问题 杀死了我们的消防员 所以我们认为政府默认这些体制继续谈败 继续剥削我们的消防员 他就是帮凶 本身是一个基层的消防员 我们今天来这边不只是要告诉大家 消防队的人力有多么欠缺 我们的装备也是烂的乱七八糟 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 消防衣都烂跟乞丐装一样 还不能换 相信各位很多的弟兄 都遇过风发手套 穿起来跟豆拉莓一样 根本不能握东西 整个手跟一开球一样 相信各位很多的弟兄都看过 自己的奋斗有消防鞋 穿到肉水 穿到开口笑 还在进火场 这就是我过去的经验 我们要求国家给他更好的工作环境 更好的劳动条件 假如他没有被保护的时候 人民财产怎么可能得到完善的保护 政府在怠惰 我们的政府在无能 从中央到地方长期的漠视消防人员的权益问题 漠视消防制度的不合理 在高雄七八二发生后 在各县市都有相对一样 很多工业区 石化区 电子产业 工厂 在这些工厂里面 他存放的什么物质 是我们消防员有办法处理的吗 没有办法 但是政府有没有一个相关专责的单位 来处理这些毒化災的问题呢 有 毒化災应变队 但是全台湾只有几对 只有三对 所以在毒化災应变队的人力都这么不足之下 消防员的人力更是溃乏 我们是要该有的那个 我们的标准到哪里 我们就是把我们本来上司的要回来 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不是去多要钱 不是去多要什么东西 就绝对不是 人力不足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那加班费没有钱发 也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是多要 我甚至建议不要加班费 但是我要正常工资就好了 但是这个 居然连这样最低的标准都做不到 那我不晓得我们内政部 我们劳工部 我们的政府 你有什么脸 有什么资格去要求说 一般的单位说 你们公司要补 你们要是用牢基板什么的 但是你自己对我们自己消防人员 是这样子吗 不是啊 消防体制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制度一直不改善 所以我们的人员一直一个一个的 在灾难的现场中殉职 好那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第一个人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现在全台湾 只有不到9000名的消防员 在第一线的火场 职勤出外勤 那这些9000名消防员 平均只有四成的分队 四成分队 有上班人数只有不到5名 那我们会认为 这个不到5名的消防员 连一般的住宅火警 都没有办法抢救 好 那所以更何况是高雄气爆 这是一次连爆八个地方的火场 所以我们认为 他至少要先补到消防署 认定的法定的人力 也就是26000名人员 好那至于装备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缺乏就是热险象仪 然后还有救命器 还有安全的面罩 还有空气瓶的这些东西下 消防员其实他没有足够的保护 他们在危险的现场 他们只能靠身体的 以身视险的方式 像征收拳的方式去闻去冲 那这样以遇到危险 就整个就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我们认为这个也是非常 对他们非常严重的剥削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认为救灾 大规模的灾难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事情 他牵涉到的是跨部门的资源的整合 跟分工的问题 以这次气爆来说 是经济部工业局应该要公布 哪里有屏息地下管线 哪里有有这些的分布的状况 消防员才不会踩在地下 不知道下面要报的是屏息 那再来就是环保署的独栽应变队 他们才具备有具备分配分辨有毒气体 看怎么样处理的能力 那可是全台湾的独栽应变队只有三区 那他们人力比我们还不足 他们到达的时间可能要两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以上 那这个他们在还没到达的之前 那就是消防员去到达现场 去用以生事前的方式来救灾 那就会造成今天的悲剧 就是有六个消防员直接死在气爆的现场 那我们会认为这个对消防员来说 是非常残酷的 那这绝对不是天灾 也不是意外 它就是人祸 那一直卸责的内政部消防署 就是整个制度的帮凶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到这里 我们要求内政部必须针对消防体制的问题 提出一个检讨的报告 那个检讨的报告 不是只有灾难怎么样救的问题 还有这整个制度 人力跟救灾分工 还有装备的问题 必须要跟我们进行一个协商跟讨论 所以我们认为 只要我们看不到这个检讨报告 我们看不到这个改变的可能 我们9月1号就会上海道 我们要求马政府必须要回应这个 危害到整个国家 人民安全的这个整个国土的问题 我们每年受伤的伤亡数目是越来越增加 比例越来越提升 但是我们的人力却是越来越降 因为现在我们的危险度大大提升 然后又丢了很多工作给我们 然后又无限的可以要求我们加班 公司 那当然是大家 就是现在能退休的 几乎全部退了 也没有人还留着要做 就是一般工作人员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公务人员他就是 他可能在家没事做 退休没事做 他不想退休 他要做到借领才对 但是在校园队不是这样的 校园队只要是能退他马上就退了 就像我现在如果有越退的话 我也要马上退了 我们现在就是 你干公务人员就是为了那个越退空 为了保障自己日后的生活 可是现在是 我们随时有可能领不到那一笔钱 你领到的可能是抚恤金 那我也花不到 那我要那笔钱干什么 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我们这个消防的员额 跟他人员的认怨 是属于县市所长的一个权责 在106年 我们就可以补足 我再说明一下 目前的这个议算员额 14873议算员额 那实际的员额是13313人 装备的改善的部分 装备的改善部分 因为刚才提到 我们从接下来103年到110年 政府这边有这个编列的二十几亿 要给县市政府来购买相关的车辆装备器材 这个部分我首先做说明一下 消防署是站在督导考核的立场 这个我必须要做明一下 当然我们会跟县市所长这边去联系 请他们这样来备赠这个机会 来补足各位的需求 所谓的缺恶 因为他必须透过最少两年的这个养成交易 所以这个不是说 我们现在一招考马上就可以派出来了 这个有时间上 还有个这个我们 还有一些荣幸量的问题 是我们澄清书的一部分 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回去好好看看来面对 最快的时间回应我们四大诉求 不然接下来我们就前进总统府 如果消防署写不出检讨报告 消防署补足不了人力 改善不了装备 救灾也无法专责 我们就找马英九总统不责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 人力要补足 人力要补足 掌断别浪跑 人力要补足 掌断别浪跑